她曾取得1993年香港小姐第五名和最美丽相众人大江 她是张卫健版西游界中的白骨精 她是2006年世界出色华人奖的得主 她是美国加州哈姆斯顿大学荣誉博士 她的安康国际有限公司连续三年 获班国际超级品牌荣誉 她也获班创立创业大赏 她还是黑帮老大陈耀星的女友 她是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的红颜知己 她从一个月收入不到三万的无限议员摇身 一变成了一腕富豪 她的阅历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她就是陈妙英 陈妙英的颜值 小编是不敢恭维的 反正不是小编眼里的美女 不晓得怎样就取得了 最美丽相众人 无论相众还是猛众 在港姐的颜值中都算是比你低的 不过关于陈妙英来说颜值自豪 没有影响她的开战 在TVB的那些年里 陈妙英还是演过不少电视剧的 比方喜悦录 家徒四壁 西游记 无陀东宫 花木兰等 在九十年代末 她还与关永和 蔡少芬 选仙 郭可英被封为无限 五大花旦 不晓得陈妙英与陈妙英 是如何认识的 只是说在陈妙英竞选港姐前 她便与陈妙英相识 陈妙英是名阳一方的 湾仔之虎 是香港三合会新义安的主钱成员 在八九十年代 新义安权力十分强大 经常参与投资运营香港文娱圈的相关生意 陈妙英还是蛊惑在忠诚靠面低人形 所以说 陈妙英演出了一出黑帮大佬 爱上我的理想剧 可惜的是结局并不美妙 1993年 陈妙英英和香港第二大黑帮 14K的矛盾 到欧门参与赛车时 在酒店外被她手扶击身亡 陈妙英的后台轰轰倒塌 之后陈妙英还在依据陈妙英的人生阅历 改编的电影《醉生梦死之丹仔湖》里 饰演了陈妙英的女友 不晓得陈妙英释怀 注意种怎样的心情 演了这部电影的 之后 陈妙英在TVB的开展并不顺遂 一个偶尔的丰凶产品 代言让陈妙英发现了商机 从此封开TVB走上了经商之路 开端运营丰凶鲜铁产品 其实 陈妙英的经商之路 离不开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的政邀 1998年 陈妙英与蔡志明的绯闻便传出 由于丰凶产品的胜利 陈妙英陆续又开了美容学校 菜馆 江南美出 让陈妙英慢慢走向商界女强着 与亿万富翁 2006年 她还取得了美国加州哈姆斯顿大学的 荣誉博士学位 和世界出色华人奖 2001年 陈妙英自称一七列数的薪酬 接拍了丰凶广告 后被曝光 其实她善是老板娘 而幕后大老板是蔡志明 2002年 她再次被曝光与蔡志明合资开酒吧 然后又投资数百万在铜锣湾 急往搅开大型化妆学校 陈妙英与蔡志明 不止仅是商业协作同伴 二人私自交往亲历 经常被拍到二人在一同的照片 蔡志明与妻子李慧丽 原本琴瑟和鸣 无法总是看到丈夫与女性的桃色新闻 总是霸占诸文于头条 这让李慧丽难以忍耐 只是小打小闹 又不舍离婚 照就难以阻止蔡志明与李慧丽的交往 2003年 蔡志明的女儿由于抑郁症烧态身亡 传言说是由于蔡果影 看到父亲与陈妙英的绯闻 父母关系不和 家庭关系不勿 从而删加剧了抑郁症 可是女儿的自杀身亡 并没有拉回父亲的心 相反让母亲开端承受 小三的存在 这看起来奇葩的逻辑 或许是那些在婚姻里 不敢立刻推出的原本们的无法之举吧 从此 陈妙英不止没有分开蔡志明 相反还一同练习活动 宛如一家人 陈妙英的终身比狗血电视剧都要精彩 先是黑帮大佬爱上我 然后玩具大王爱上我 逼到玩具大王的女儿自杀 最终却小三登堂入室 得到默许 一家人其肉融融 陈妙英的人生阅历 让人惊叹的同时 也凯叹于在婚姻中 女人时辰要坚持经济独立的同时 还要坚持肉体独立 否则